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这个时区又是下午 早上 半夜 下午 看来我们已经涵盖了全球各地时区的网民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这里面我们就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力支持 我们一定会把节目最好的一面奉献给大家 所以虽然现在是村困的时候 就是在困James还有我 我的老命 James的小命 今天卖给你们了 坚守着岗位 是的 好了 那我们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个节目 那么我们今天先讲一讲 就是那个通俄门的结果 在上周的应该是本周日吧 25号那一天 公布了那个通俄门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呢 没有通俄 哎呀 川普一听的结果没有通俄 高兴坏了 对不对 赶紧就是发一个推特 跟所有说他通俄的那些媒体们 要要划清界限 老子来秋后算账了 那怎么样呢 他那个川普在3月26号 就在那个通俄门结果出来 第二天 他就发了一个推特 就是那个怎么说 他说 The fake news media has lost tremendous credibility with its corrupt coverage of the illegal democrat witch hunt of your all-time favorite duly elected president me 老子我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 最尽职尽责的总统 TV rating of CNN and MSNBC tanked last night out to seeing the Mueller report statement at Fox News a big 你看他的敌人 他都点出来了 一个是CNN 就是你们这帮人 一天到晚就报告我 说我通俄 另外一个MSNBC 另外一个民主党的 可以说是党媒 他也是不遗余力的 一直都说川普通俄通俄通俄 结果一出来 结果一出来 吓傻了 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那个图片 可以把它调出来看一下 根据我们最新的消息 就说 那个长达400页 耗时22个月 耗资2700万美元的通俄门报告 将在4月的中旬 一页不漏的 把就是奉献出来 就是那个司法部长巴尔 已经说了的 那这边我就要问一下刘律师 这个结果一出来 您怎么看 没通俄 这个结果 是在您的预料之中 川普呢 没有通俄 不在我的预料之中 不在 surprise 我觉得也不在很多人的医疗之中 他一定不在CNN 跟New York Times的医疗之中 对吧 当然他一定是在Fox的医疗之中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事情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不在我的医疗之中 第一 我本人郑重申明 第一 我不是民主党 第二 我不是共和党 我觉得党派纷争 不管你是 实际上都是too young too simple 不是横看成立 测成风 对 Politics 政治 在我看来是什么 政治就是狗屎 嗯 永远表示 政治家都是婊子 对 Poker face 对 然后呢 为什么政治家 穿西装 赚的钱比婊子要多 因为政治家 他既做婊子 又立牌坊 他干两个事情 婊子只做一个事 只做婊子 对 立牌坊这个技术活 不是每个都能立的 立的起来的 对 所以呢 我本身的政治没有兴趣 为什么我认为川普呢 他这个通俄门 结果查的是没门 对 对我来说是个意外 因为呢 川普在那之前呢 他这个手下一众大将 对 纷纷落马 哎 不但落马 并且呢 其中 马可可文 哎 之前呢 川普的头号 怀疑一口 对 感觉不止一口 狂咬几口 对 对吧 并且呢 高声呼吁 对 老子当年 为他安前马后 对 13万到现在也没拿回来 没错 你们现在 如果继续 像我当年一样 今天我死了 明天你们死得比我更长 没错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为他卖命 一句话说了 那对 是的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为什么在意料之外 因为呢 你想奴才都有事了 组织没事 奴才干这个事情 为什么 对 都是为了组织 对吧 你这个事情 你成功了 做总统了 是你不是我 嗯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结果 我是有意外 但是我是有意外 并不是我的党派之见 因为我无党无派 对 我们都是官 我们都是作弊上官嘛 那对 是 然后第二的话呢 我本身呢 思想 嗯 非常 自由随性 哎 方外之能 是 我觉得人身上 民主党 共和党 中国人 美国人 中国籍 美国籍 全部都是标签 对 所以我本身 对这些 各种标签文化 我是受悟痛苦 没错 个体的自己 是很难被标签出来 对 是的 嗯 没错 对 当然有个真正的标签 你一下暂时 关于我 一下呢 别人容易给我标上 也不容易失掉 也是事实 就是一样 就两大点 第一 我皮厚 第二 我肚子大 是 对吧 这两个标签 对 是比较真实 其他的全是虚假 就好像刚刚有一个网友 就贴上了说 东莞詹姆斯 我觉得这个标签 我就很难撕下来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要怎么办 真的是 东莞 这个本身 这个本身 它不是标签 而是内战 就是一个 所以你是撕不掉的 对吧 完了 就是这样 对 东莞没有 东莞就不是东莞 对 James没有东莞 就不是 James 我半边天 开玩笑 已经一条路走到黑了 我不要 不要去反驳了 因为没有意义 那么关于我们回到这个通俄门的事情 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个点 就是包括Fox News 包括Trump 当然Trump 他是攻击的那个点 是在那个Fake News上面 但是Fox News新闻呢 他就说 这个报告 耗时22个月 2700万美金 国内外花了400个那个证人的 各种各样的倒腾折腾 就说你民主党劳民伤财的 搞了这么一出 结果发现这是竹篮 什么都没有 净花水月 那那你就说 说你觉得民主党在这一方面 他是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政治利益 是不是做了有点太过了 就是搞了这么一大突的东西 花了两年 又花这么多钱 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 我不这么漏 我觉得呢 这个川普总统呢 现在这个态度 对吧 你花了这么多钱 要搞我 结果证明老子是清白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比如说Fox News 这些川普的 支持川普的铁杆媒体 Republican 对吧 然后呢 他们也各种讨伐 觉得你们这帮孙子 花了这么多钱 花了钱 纳税了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被你们花掉 准备 把这个污水往我们总统身上泼 对对不对 是 结果我们总统面部改色 嗯 对 然后 挥手之间 把这帮污水全部倒回去了 对 现在反扑到你们身上 对 是不是 这样来说好了 我觉得吧 这个 大家 尤其是美国啊 这些媒体也好 对 这些政治人物也好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呢 还是心平气和 什么意思 川普总统 虽然现在正没有证据 证明他通俄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没有做这个调查之前 那么 你是不知道的 对 就问题在于说 问题不在于说 结论 而在于当时有没有合理的怀疑 是 就或者说 当时的情况下 并且现在在这个调查过程中 那么 那个老莫 莫勒的团队 已经抓捕检控 将近40人左右 其中呢 至少呢 三分之一以上 本身就是俄国的间谍 就换句话说 莫勒抓捕检控他们 应该是有一定证据的 如果这些奴才 这些狗腿子都有事 那么正常来说 老大应该是有事的 这个逻辑本身没毛病吧 对不对 当然不代表一定有事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当时 这个耗时两年的通俄门调查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是不是有很大的嫌疑 那么答案是有的 对 合理怀疑 是合理怀疑的 对不对 那么 如果说 现在因为调查的结果没事 那么证明里面就是泼脏水 里面就是政治破坏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警察检控抓坏了 如果只要罪名 这个人把罪名打掉 你就可以说 你警察诬陷我 对吧 对 你迫害我 我现在要反告警局 都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思维方式大家想一下 我们就撇开所有的党派纷争 撇开所有的标签 共和党说民主党多流氓 多不要脸 那民主党说共和党多流氓都不要脸 反正大家互伤耳光 互喷口水 那么 大家呢 耳光先不要急着扇 口水先擦一擦 对 我们心平气和说这个事情 就当时的情况下 有没有 一定的证据显示 总统可能有通文的嫌疑 这第一个 那么我觉得 这两年以来 这两年之前 这段过程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加上来 就很多人纷纷落马 我觉得合理的怀疑是有的 所以呢 由于总统 他本身地位尊崇 对 那么对总统的调查 从另外一个层面 我觉得总统可以理解成你是对我的迫害 那么另一个方面我也可以理解成是对总统这个职位的尊敬 对吧 如果你不是总统 你不是这个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你是President of the HOA Hominist Association 全部 Hominist Association人员三个 一个President 两个Vice Presidents 那么这样我会不会调查 当然不会 对不对 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对美国总统这个职位的至高无上的尊敬跟尊崇 对 为什么 这样的话我花纳税人不要说三千万我花三个月也是值得 对 如果我是总统我或者说我是川普的这个Advisor 我会跟他讲 我说这个老大 这种情况下你不应该骂民主党对 你应该感谢民主党他们给你这个机会来证明你的清白 对 如果我是川普我自己心里没鬼 对 我觉得没关系欢迎你来调查 嗯 你不调查我说你必须要调查对不对 不要大家觉得怀疑我说我作为美国总统里通外国 那说明我诚信有巨大的问题 嗯 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那么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那么我是美国总统或者说我是川普的律师 当然我可能知道看到Marco Cohen的这个 在这国会的证词之后 嗯 我觉得即使总统找我可能说I'm good 算了对吧 对 对因为Marco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没什么好下去 对吧 最重要是什么 我没有13万把总统去垫 嗯 对吧 我觉得我能力不够 没错 对吧 这里面 OK 对不对 就是刚刚刘律师说的很好 就是总统这个职位神圣不可侵犯 对吧 说直白点 就是豪精点位高权重 那难听点输打招风 你总是要接受调查的 对 那这里面我们就说我们不说这个通俄门了 好了通俄门我们暂且放在一边 但是我们发现民主党在通俄门结果出来之后 很快给他总统另外一个罪名叫做 obstruction of justice 妨碍司法公正 就是说现在民主党包括Congress那帮民主党他们都怀疑就说OK这个结果是不是你川普总统在妨碍司法公正压迫DOJ压迫Mueller之后所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有没有川普在这个这方面的因素在里面那这一方面我相信刘律师专家就是妨碍司法公正在律在法律上怎么样才能成立你怎么看 妨碍司法公正呢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你的职权或者在这个事情里面一个特殊的地位对相关人士施加不当影响 那么这个呢叫妨碍司法公正尤其是总统呢总统实际上是美国三权分立行政这一块最高手拿老大司法部也好 FBI也好全部都是他的小弟嗯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总统有没有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总统的态度呢而不是你一说立刻就跳起来对我说没关系你要查随便查各种查对很简单的道理打个比方 现在你呢开着你的刚从意大利订回来的法律律回家突然被车拦下来了他说James Pullover我怀疑你这个最新的法律后面有枪不但有枪有一颗人头 对吧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他跟你说但是呢 如果嗯如果你同意我们搜查我就会搜查你不同意我们现在没有没有搜查了也不能搜查但是我们会怀疑你这后面一个人头 这是fair对吧是这个意思吗嗯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拨回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你没有搜查力赶快滚蛋嗯你这个是破坏嗯对吧你看不惯我其实是东莞 人称James兼大少对对吧是东莞首富的儿子打个比方对不对我也想对吧还未选 不是首富不弟啊弟啊OK开玩笑对吧所以呢那么这是一种方式对虽然呢你很生气没有搜查力举人该搜查老子最新的法拉利对说我有人头对这是一种做法对不对其实没有对对不对你要迫害我我Jacky Brown一收嗯但是呢警察看你走了之后 还是不敢洗你想说他在下一步又来跟我恶搞了对我要怎么处有没有可能对不对这是一种这种做法第二种做法他要你说大哥嗯不用这么麻烦哎我能正不怕影之外对对吧你不但可以把我这后面的这个后后车厢打开是看一下有没有人头你把轮胎拆掉看见里面没有毒品嗯把方向盘擦开看里面有没有冰毒各种嫌疑未准没关系嗯随便拆哎对吧你要不要收身随便收 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对不对你收了你就放心了你回家就可以睡你睡觉可以安心我睡觉可以安心嗯对不对对收查力不需要嗯是吧对对对人头我其实早就转移了是我不怕对吧闹了半天是这个闹了半天是这个所以呢这是第二种做法嗯如果各位看官你们是我们尖大哨对开着全新的法拉利被拦下来嗯你是什么做法 第一种坚决不让你收你是政治破坏你耍溜吗嗯你是种族歧视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随便收对收身收车对拆轮胎对你爱怎么怎么爽怎么来嗯对吧两种对不对对你是哪一种我肯定是我没钱买法拉利我不知道哈哈哈我想了半天没关系人头的事别人不知道法拉利不知道对所以呢这是这是一种行为做事的一个方式 但是至少我来说嗯我可能他就第二种对对吧这个这个没关系这个大家呢就是说他有如果他怀疑那么我没有我怕什么我希望你来收对是这个意思吗对对没有干过你怕什么的对是那所以就是说呃回到就是说这个妨碍司法公正就是说你看这个结果很明显啊很多人都说啊对对川普有利那一有利呢就会怀疑那这样子所谓的怀疑的角度算不算是合理怀疑你觉得我觉得是合理怀疑 当然是合理怀疑是合理怀疑对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说哦刚刚我想说什么来着就是说那个呃耶就是那个民主党啊现在就是他他我的凳子哎呀我的天他了这个没关系人头的事刚才说过别人不知道没关系不要紧张不要紧张OK我我隔壁老王的那个哈哈哈是OK就是说现在啊我们我们就说OK 呃2020大选就是我刚刚想要讲的那个topic就是说现在川普这这一个风波啊已经过去了啊通俄门已经过去了结果也出来了对川普是好的那么2020大选很快也要到了我们我们那个我刚刚看那个BBC的新闻呢他就说说的是呃川普呢现在他最大的一个竞选的障碍已经卸下了那么很快迎来大选对他来说他的连任会不会因为这个通俄门的 结果而大大的提升对当然会会的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的话川普应该会连任会连任嗯对这算是一种预测对是的是的嗯哎这里面有一个网友提醒我忘词了对我忘词了就是没办法就是为什么忘词呢因为我根本没有词我所有的词都是要看着刘律师的对话啊进行下一步的讲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现场现卖现场现卖对我绝不 我绝对不会提前准备啊就是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川普的通俄门呢我们三方面的都已经了解得非常透彻第一结果出来吧没有通俄第二啊妨碍司法公正这个东西是合理怀疑但第三呢结果出来之后我可以说就是说川普就刚按照刘律师刚刚说的话呢连任的那一个迎面很大现在就大了很多对就我觉得川普这个事情呢如果2020大选的话呢唯一一个可以把川普干掉的机会 对是谁换句话说就是周拜登周拜登不是Sanders不是Sanders周拜登跟那个Bloomberger两个人如果他们呢搭档竞选我觉得这是唯一民主党可以把老川干掉的机会那么现在呢那个老鹏Michael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再来参加2020的总统大选对那么我觉得就现在来说呢就变成一个民主党党内 开始自相残杀民主党党内竞选的人越多对对川普越有利那么川普越容易当选对如果全部民主党只挺一个人对那么呢我觉得实际上呢对川普是非常不利的对但现在民主党党内竞选给我感觉不是一个是200个也不团结也是200个对现在搞的现在搞的现在搞的呢就总竞选总统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民主党内是到餐厅去拿个号码等排队吃饭的感觉你多少号157157 写好几个人三个人没关系先写157对吧现在搞的民主党内如果想竞选美国总统这个报名啊就有点像餐馆排位wait in line对是吧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说我觉得如果没有大的夜晚昨天晚上尤其我夜观天下我觉得老川2020年任成功应该不是大的问题没错嗯那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个人 也算是一个问题吧这一位来自美东时间的我刚刚你说你现在是美东时间7点40分你可能来自纽约那么这一位吴林飞啊如果我没有发错的话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发现很多美籍华人非常的支持川普那么刘律师你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川普在华人的这一方面的那个呼声那么高我觉得我再来说好了我觉得我这点呢我认同这位网友 网友小吴对对对这个小吴也好老吴也好这位网友的这么一个认知因为我觉得个人觉得华人为什么会很多华人支持川普我觉得华人呢总体来说呢这个他的这个经济社会地位偏高对就换句话说川普的很多政策呢那么对这个社会阶层这位华人来说呢是有利的对 那么当然既然你对我有利我就选你那么就说明什么我们华人两点第一我们华人聪明第二我们华人务实对你这个通俄门也好你什么这个跟这个燕心有婚外情也好付了13万这个支票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这个13万也没有拿我的一分钱对吧你如果说13万说老算说我这个13万6万这个我自己拿3万10万你们这个华人 把我们美国来抽一点那么可能就不会选他了嗯跟我没任何关系对吧但是川普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对于对在美国的我觉得中产阶级华人来说嗯他们是认同的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第一税改嘛是税改这是一方面嗯对吧第二现在说要废除欧巴马健保嗯是这样的 然后呢第三的话呢尤其是呢我觉得一个社会治安的问题很多华人呢被有可能是一些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准确讲非法移民其实华人自己本身也是移民对那么呢非法移民里面呢可能本身呢有些不孝分子什么被砸车啦被抢劫啊对不对所以呢觉得说如果那么川普当选强健起来不管强健起来那么川普对于这个移民政策呢是一向非常严格对那么呢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更安全了 我车就不会被砸了对我就包就不会被偷了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第一是钱的方面第二是安全的方面从这两个层面来说的话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华人呢要选川普因为很多我当川普选上去之后我也很意外嗯我身边所有的女性全部都投川普support对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觉得为什么女性会投川普如果要投女性应该投希拉里希拉里也是女性她女性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没错对吧 尤其是呢在那个大选之前呢川普一个录像带出来说川普提到说可以抓住女性身体某个部位嗯就可以把他们制服没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些女性听了不暴跳如轮嗯没有他们觉得这个川普说的很这个他没错啊所以女性理解川普这个话呢实际上是这个一个属于呢严格来说呢可以属于这个把妹技巧 哎他们觉得说川普说的没错年轻时候就是花花公子啊对嗯那么年老了其实就被那个花花大意对都是一样是第一个他觉得川普说的没错第二他不但没错他觉得说大家都这么做没人这么说他居然敢说出来说明他是个男子汉嗯人家是只说不干对或者只干不说对他是又说又干对对吧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男性的楷模没错又说又干人家咬人口不叫 叫了狗不咬人对我们老传是又叫又咬嗯对不对就是好事坏事干了我都告诉你哦对我告诉你对吧对所以他觉得他是个正大人之地爱的人第三点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觉得说我选你做总统以我现在的收入现在的这么一个社会阶层对我是有利的嗯对吧你这个什么通俄门也好什么勾搭一把个女的好跟我什么关系的对对吧所以呢就表示我们华人尤其是华人女性第一非常聪明第二非常务实嗯对吧 明白自己对自己有利的是什么那对是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主义也好教条也好我不能当饭吃对对吧我省税我多加了钱可以多买一个包嗯对不对没错这这个才是对我最现实的嗯那好那么现在就是说关于这个通俄门的结果呢就也告一段落了 那么在四月中旬呢那个通俄门的长达四百多页的报告啊会一字不漏的呃就彻头彻尾的向民众公开那么有兴趣的网友呢可以上网去查查看到那个时候应该在各大政府部门的网站里面都能查到那么还有就是二零二零大选啊川普到底能不能赢虽然说他现在这一关已经挺过去了但是像刚刚刘律师说的他不能他还是没有说一定的胜券在握他可能如果说 拜登跟Bloomber联合起来那么或者说只挺民主党只挺一个人啊他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威胁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下一个话题啊下一个话题